昨天整個進線數總共四萬六千九百九十二通 是我們指揮中心開設以來最高的一天 那也因為是電話進來的速度太快 所以我們在早上的時候 那接通率是比較低一些 大概百分之五十六左右 但是我們緊急調員人手了之後 到了晚 到了傍晚 晚上的時候 已經可以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了 您也接到這封訊息了嗎 指揮中心發出超過二十四萬封簡訊 提醒可能接觸確診者的民眾 自主健康管理 周遭他接觸超過十五分鐘以上的時間 那我們收集下來之後 是用簡訊的方式來告知 何時到哪裡 待多久都一清二楚 這是怎麼做到的 一般國家級警示是採用細胞廣播 匡列一個範圍的民眾同時收到警示 這次的類細胞簡訊 則是透過基地台 查出有哪些門號 曾經在這段時間內連接 在針對這些門號發送簡訊 透過電信業者 你才能夠得到是哪些使用者 他們曾經登陸過這個基地台 周圍的好幾個細胞的人 都把它撈出來然後去通知 那也可以做得更精確 就是我用好幾個細胞取交集 做一些三點定位方法 然後找出更精確的一群人 不過好像行蹤被掌握 不少人覺得毛毛的 認為個資是否會外洩 就覺得說有些我可能去的地方 我會不希望就是有一些 我個人的隱私的一個 對 會有這樣子一個疑慮 各自會外洩 那其他有的沒的外洩更多吧 所以我倒覺得 如果能提到這種所謂 什麼細胞簡訊 能提醒大家 我覺得是蠻好的一件事情 我倒不反對 指揮中心也回應 只收集門號 並沒有拿到使用者資訊 請民眾不用擔心 收到簡訊 多注意身體狀況 才是最要緊的事 大家新聞隨意 柯信志台北報導 接連兩天都會有湖北類包機 從上海起飛回到台 請問一下